画面上是仁爱区龙安街198项附近的路口转弯处 当地停车位一位难求 有民众看到转弯处没有划红线 就把车子停在这里 结果遭人检举 回国后一连收到七八张罚单 而为了避免类似问题再出现 市议员郑文婷跟仁爱区德后里长共同办理会刊 邀请市府交通处人员与警方到场讨论厘清 目前我们这个路段因为受到民众的诚情说 在他这个没有划线的区域他停车了 但是在交通法规上他是不允许停车的 那所以造成民众误会 他即便是说他出国了三个月 他回来陆续收到七八张罚单 这个部分都是无解的 所以说我们才会看说 把这个区域划红线 让民众能够知道说 这个路段是不能停车这样子 那因为三坑地区停车确实不方便 因此交通处认为说 这个地方应该要让民众有一个方便性 可以在这边停车 可是按照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个规定的话 转弯处就是不能停车 因此很多民众在这个地方被检举之后 就收到红单子 那我个人是认为说 不能停车的地方 按照法律的规定就是不能停车 因此建议以这一个明确性来说的话 我们还是画个红线 让民确能够知道说 这个地方是不能停车的 那也希望民众在停车的时候 能够注意到这个红线的区域是不能停车 还有转弯处也是 纵使没有画红线 还是一样不能停车 会看结果市府交通处 将在这个巷道路口转弯处画上红线 提醒停车的民众多加注意 而针对龙安街的巷道 停车位严重不足 里长表示将努力为李明 寻找适当的停车地点 议员郑文婷也将持续来协助争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